事实上北顿内刺客至少有70%的区域已经被俄军占领了 那么现在又没有办法离开这个地方 乌克兰的士兵是不是无路可退了呢 详情交给丽如 好 没错跟彩燕说的差不多 现在乌东这个地方尤其是顿巴斯的战况 真的是前线告急来形容 我们就来看到这个北顿内刺客 现在因为遭到了俄军的突击攻击 而且已经取得了部分的成果 因此就跟刚刚彩燕提到的一样 乌克兰的武装部队几乎可以说是被迫从市中心撤离 而且我们看到现在这个地方 最后一座的连外桥梁也已经被炸毁 所以亲俄派的民兵代表巴素林 他就说现在北顿内刺客几乎是已经被封锁 形成是一个类孤岛的状况 所以也跟乌军说他们只剩两个选项 就是投降或死亡 另外我们看到亲俄派的民兵 现在也从三个地方 从北边西边东边来进攻的是斯拉夫扬斯克 这地方距离顿内刺客的首府 其实只有13公里 因此非常非常近 可以看出来乌冬现在真的是前线告急 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鲁干斯克州的州长 他也说目前的战况的确不乐观 有超过70%的地区都已经被俄军所占领 现在试着协调一个人道走廊 但是毫无成果 也希望可以让平民安全的出去 不过例如战争打到现在 是不是在俄罗斯内部还是有反对普京去参战的声音呢 好没错 而且这个反战声浪可以说是从开战到现在以来呢 都不断的在涌现 我们可以知道乌俄战争在今天已经打到了第111天了 无论是人民的死亡或是对全世界经济的冲击 或是因为这场乌俄战争也带来了新一波全球的粮食危机 所以现在人民都非常的反对继续打下去 尤其俄罗斯的总统普京 他其实一直自比是所谓的彼得大帝 他从战争一开始就说自己不是侵略哦 他说这一场的战争是要夺回师徒 重回俄罗斯的荣耀时光 但现在在俄罗斯境内的人民也不是这么想的 所以就出现了反战标语来骂普京 其中一个反战标语就来酸普京说 你不是彼得大帝你是希特勒二世 这个标题一出在网路上也引起了非常多的讨论 我们就来看到有网友就说 说在俄罗斯境内难得还是有清醒的人 甚至也说希望写这样子标语的人能够平安 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 虽然普京不断在用国内的大内宣或是一些手段 要营造自己巩固自己的政权 还有能巩固这一次行动的一个正当性 不过似乎看起来在俄罗斯境内 还是有相当的反战施浪采言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恳请订阅开启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